梅罗争霸的第十一年 以莫德里奇的中途出现而告终 但这并不意味着 莫德里奇真的达到了梅西C罗的高度 事实上 梅西和C罗仍然是这个年代最好的球员 至少从射手榜上可以看出来 可惜的是C罗没能延续第八年进球50加 但C罗竞的关键球未必比梅西少 不信我们来看一份 统计2018年度 C罗共进49球 其中有18球属于锦上添花 也就是球队领先的时候 进球剩下的31球中有16球 是首开记录有7球为球队扳平比分 还有7球则帮助球队反超比分 如果把扳平或者反超比分的进球 看作是雪中送炭的关键球的话 那么C罗去年有28.6%的进球 属于关键进球 那么梅西的关键进球有多少呢 数据显示 梅西的51例进球中 有28例属于锦上添花 剩下的23例中 只有4球是扳平球 4球是反超球 所以梅西的关键球进球率 大约为15.7% 显然不敌C罗 值得注意的是 梅西在球队领先后的进球数 占到总进球数的54.9% 远高于C罗的36.7% 说明梅西很适合打顺风球 一言不合 就能把对面球队打花当然 这样的统计只考虑了进球数 并不能真实反映梅西和C罗的场上作用 毕竟梅西除了射门 还要承担更多的组织工作 一年26个助攻 肯定也有很多关键时刻 帮助队友进球 有网友说得好 梅西不进球还可以助攻队友进球 但C罗不进球 就真的没人进球了 这即说明了梅西惊人的全面性 也体现了C罗对球队的作用 可能超过了一般人的估计 有网友说 顺境看梅西逆境 看C罗 如果有一天梅西和C罗在同一支球队 梅西送出关键助攻 帮助C罗打进关键进球反超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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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